近日,笔名为江山提笔的网络文学作者孙先生,通过社交平台呼吁维权,称自己写了200多张的小说,在某盗版网站上被改了个名字,还续写至了1369张,但他自己并未动笔。 孙先生并没有仔细去看被盗版的文章续写了什么。 作为签约作者,他直接向自己所在的阅文集团反映了问题。 几天之后,这一盗版网站消失了,搜索孙先生的几部作品。 搜索结果里除了前几条是正版网站外,后面的全是盗版。 为了防止盗版除了日常呼吁外,网文作者甚至采用了,新章节先上传与剧情无关内容, 待盗版商抓取后再更新为正确的章节内容等方式。 但维权成本高,侵权成本低,导致盗版屡进不止。 盗版商从购买开源软件搭建网站到内容导入,租用服务器购买IP域名地址, 从搜索引擎,应用市场推广到接入广告获利等。 已经形成了一套盗版,分发广告的完整产业链条。 上海大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尤云婷告诉记者, 办理一起知识产权侵权爱,仅在取证部分就需要耗费大量精力。 盗版的网站是类似一种挥产的方式去运行的, 所以传统的迷失诉讼很难解决。 所以如果是一个网络文学的作者,个体是没有办法去维权的, 因为找不到他通过平台,因为平台有自己的技术力量可以锁定这个人, 或者可以借助外部律师去做刑事举报。 或者是通过向工信部、向网线部门去投诉解决。